杜智呼的站了起来抱拳一圈 诸位大人既然老太师发话了 我等这就行动起来 发动臣民各上奏本 于请君上废除心法恢复祖志吧 中阶雀跃 太和殿里 惠文公的基案上再次麻起一堆堆的折子 上面无不写着废除心法 恢复木工组织等字样 惠文公面色阴沉 随手翻过几个折子 眉头渐渐横成了一道 内臣走了进来 太父国卫上大夫公子华求见 让他们进来吧 营前 车鹰 井间 公子华屈近 跪地扣道 伟臣 扣见君上 众卿平身 惠文公 指了指两边的基案 请坐吧 几个人落座 彼此点了下头 营前 拱手奏道 启造君上 微臣已经查明 公孙秧谋逆一事不实 为干龙杜志等人栽赃陷害所致 哦 惠文公 故作惊恶 爱卿 可有证据 营前 朝公子华 拢了拢嘴 公子华 拿出 猪驼的供词和画鸭 此为 天劳私行 在猪驼身上 寻到的 悔过书 尚有 猪驼画鸭 这份悔过书 是惠文公亲自审讯之后 公子华让猪驼画鸭的 惠文公早知端底 但仍旧装模作样的 细细审过 拳头 积约岸上 哼 大胆奸贼 竟趁寡人心力之际 结成彭党 欺骗寡人 陷害国家栋梁 图谋颠覆先军心法 实乃 勤贼 扯国卫 微臣在 惠文公指了指 堆在岸上的奏折 你将这堆折子拿去 凡是折上署名的 皆是奸贼一党 尽数集拿归案 押入死牢 听候处置 微臣 遵旨 惠文公又转队内臣 再有 传河西郡守司把错 伤于郡守出礼机 即刻进攻 老奴 遵旨 老奴遵旨 渭水河滩上 人山人海 诛杀国贼 变法强国 为商军报仇的呼喊声 是此起彼伏 在车列公孙秧的 同一个地方 甘龙 杜支 公孙谷等 士族元老 及其株连人员 数百人 皆被国卫府的 假释 押上了刑场 监展台上 行刑官车鹰 端坐于主位 监展官 营前 警监 分坐两侧 秦宫中 大夫以上官员 全部列席 列国使臣 依旧坐在第二排 臣诊 赫然其中 不过面色尴尬 气色远没有车列 商鞅内日合跃 三痛古壁 车鹰正欲下令行刑 一技飞至 远远高呼 君上驾到 车鹰等急忙 跪拜余地 甘龙等 色如死灰的脸上 重新献出了一丝生机 惠文公见不下车 走至了监展台 自登机以后 这是惠文公首次 直接面对秦国的臣民 台上台下 万众望向了惠文公 万众竞技 万众期待 惠文公在台中战定 挥拳有力 声如红中 大秦的臣民们 今天上天震怒 诸杀国贼 万民欢呼 举国同情 寡人也欲借此良机 向国人 一速中场 他略顿了一下 挥动着拳头又说 十八年前 小魏国人 公孙杨 离位赴秦 辅佐先军 变法强秦 大秦 推行新法十余年 民赴国强 一战光复河西 二战清取商鱼 威服列国 秦国能有今日 接商君之功 先军驾崩 寡人以国父之礼 善待商君 然而 奸贼 干龙 杜志 公孙古等 士族贵胄 一向是新法为敌 视商君为眼中钉 肉中刺 借寡人心力 举国大丧之时 串联彭党 栽赃陷害商君 又致国家大利于不顾 按揭他国时辰 这时候 他的目光扫过奸行台 在陈阵身上略略一顿 联络戎敌 内外施压 强逼寡人 诛杀商君 即至商君遇难 奸党更加肆无忌惮 频繁密谋 屡次上奏 欲再胁迫寡人 废除先军心法 恢复旧制 识可忍 孰不可忍 大秦臣民们 你们愿意废除新法 恢复旧制吗 众人煽呼啊 不愿意 惠文公 朗声又说 新法 那强秦根本 是由先军 商君 以及大秦的所有子民 十数年 心血铸造 怎能在寡人手中 断送呢 大秦的臣民们 难道你们愿意 走回头路 愿意看着大秦 再度 国弱民贫 如高扬般 任人 宰割吧 不愿意 好 惠文公 再度 挥旋 寡人 在此 对商君的 英灵 启示 对上天 宣誓 先军之法 永不改变 随着就是万头攒动 万臂齐举 是万口齐呼啊 君上万岁 心法万岁 诛杀奸贼 为商君报仇 行刑台上 背后各插一支 写有展字号牌的 杜志 公孙古等 面如死灰 绝望的两眼 不服地看着甘龙啊 杜志眼中 射出了恨 老太师 你且听听 我们何时联络 荣敌了 甘龙闭上了眼睛 长叹了一声 是老朽 看走眼了 老朽以为 慈子是我等 一手调教出来的 万位料到啊 慈子竟比其父 还狠独三分啊 公孙古不无沮丧 是啊 此所谓蛇生蛇 歇生歇啊 有其父 必有其子啊 甘龙慢慢地 睁开了眼睛 二位大人 想必你们还记得 那几只黄鸟吧 直至今日 老朽方才明白过来 此子远胜其父啊 不动声色 一石三鸟啊 公孙古经问 一石三鸟 太师是说 您也是先君龙中的 其中一鸟吗 是的 跟那公孙秧一样 老朽本就是 先君的龙中之鸟 公孙古争了一石 抬头又问 请问太师 另一只鸟呢 难道 是下官吗 甘龙苦笑了一声 公孙大人 你高估自己了 公孙古的眼睛 扫向了台上 那 他是谁呢 甘龙没有回答 却朝台上 拦了拦嘴 看 有人记挂老朽 要为老朽送行来了 公孙古抬眼望去 国家 赢钱 正向惠文公嘀咕什么呢 惠文公点头 不一会儿 赢钱手拿酒绝 另一人提着酒坛 二人一步一步 走下监展台 走上了行刑台 赢钱静止 走得被反绑双手 跪在地上的甘龙面前 爆满一绝 双手捧至甘龙的口边 老太师 赢钱 为您 建行来了 甘龙缓缓地说道 老朽 谢过太傅了 一张口 一气引完 赢钱略顿了一下 老太师 您 有什么未了之事 交予赢钱 就是了 甘龙望向刑场 望着 与自己一道 受刑的几个儿子 儿媳 女儿 女婿 十几个孙子 和几房妻妾 惨然地说道 老朽一门圈在这儿了 还有什么要交代的 不过 老朽倒有一句话 说于太夫 太师请讲 记得先军灵前的三只小鸟吗 赢钱点了点头 两只小鸟已经死了 该第三只了 太师多虑呢 赢钱 转向了公孙谷杜志二人 各道一决 分别让他们喝过 然后转过山去 步履沉重地 走回了奸战台 望着他的背影 公孙谷惊道 太师 您是说第三只小鸟 会是太夫 甘龙却不作答 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公孙谷急变 这不可能吧 此子再读 总不能连他亲叔叔也 能与不能 你我反正看不到咯 甘龙的话音刚落 鼓声载起 车鹰大手一挥 窒息另见 时辰已到 斩力绝 一排柜子手 快步跨上行星台 走至了甘龙等身后 在更加紧密的鼓点声中 挥一刀砍下 事业 迎钱 回到府中 心中久久未能平静 耳中一直 冥想着甘龙临终前的 那几句话 两只小鸟 已经死了 该第三只了 说实话 自迎寺指令他重审 商君一案开始 他也渐渐明白过来了 一朝天子 一朝臣 商君 太师 还有他 皆是前朝老臣 哪一人手下 都有一大股子势力 有他们几个人在朝 君上 必会有所顾忌 也必放不开手脚 此前 他一直觉得 营夫 不操心国师 现在看来 是他错看了 营钱在厅中 闷坐许久 心中灵光一闪 驱车 进去警监府中 营钱口头变发 心 却念及旧党 婴儿一直 是公孙秧的对头 肃步与警监等 新党联络的 此番光临 又是深夜 警监大事惊异 略想了一下 换过了官服 迎出了府门一道 哎哟 下官不知 太父大人光临 有失远迎 营钱却是一身变状 回忆道 上大夫不必客气 营钱不期而至 算是不速之客了 哎呀 太父大人是贵客 下官请还请不到呢 大人请 二人进厅 分宾主坐了 仆女上过茶 二人各品一口 警监开门见山 太父大人 百物缠身 此番光临 下官寒舍 必有大师指教吧 嗯 营钱 想让上大夫知道 商君之事 营钱甚是追悔 哎呀 商君之事 与太父无关 太父不必自责 哎 营钱是粗人哪 慰问青红皂白 竟是听信甘龙等人 幸亏君上圣明 终使真相大白于天下呀 营钱 今日私之 哎 悔恨莫及呀 哎呀 若不是太父大人 商君 何能沉渊得雪呀 嘿嘿 上大夫说到这儿 营钱更是惭愧 营钱此来 哎 就是想问一事 哎呦 太父请问 下官知无不言 听说 君上要营钱重审商君一案 原是上大夫之意 可有此事啊 非下官之意 是商君之意 啊 营钱大吃一惊 商君之意 商君怎么说的 商君临终之际 下官前去践行 商君对下官说 如果君上重审此案 可让太父 可让太父 去审 啊 营钱 目瞪口呆 半赏方道 商君 还说什么 没 商君还说 在下功成名就 却不时进退 也是该呀 经兄 转告 车将军 你们二人 当以央为剑 好自珍重 哦 营钱 陈思有卿 重重地点了点头啊 他抬头又问 请问上大夫 今后 可有打算呢 哎 还能有何打算呢 下官年过半百 真也老了 下官跟车将军 这都想好了 明日上朝 就要奏请君上 高老还乡 找个地方 养养鸟 种种花什么的 寻个乐子 也算是 打发残年吧 营钱 赶忙拱手 哎 哎 羊鸟种花 也是营钱所爱 两位若是不计前嫌 可否 与营钱同乐呀 井间 拱手还过意义 哎呀 能与太傅大人同乐 那是下官的福分呢 哦 好好好 好好好 营钱 连声说好 你转告车将军一声 我们 这就说定了 咸阳东郊的异道上 司马错 引领着随从 纵马鸡驰 远远望见前面 还有一堆人马 看齐号 猜知是从商郡 星夜赶回的 出礼机一行 于是 家边赶上 司马错 一道 哎呀 出礼兄 没想到 能在此地 看到你呀 出礼机 拱手还礼 哎呀 在下也是 司马将军 你在河西 怎么跑这儿来了呢 哎呀 军上急召末将进攻 不知所谓何事 出礼兄呢 哎呀 在下也是啊 哎 听说军上 在渭水河边 宰了甘龙那帮狗崽子 共是二十余家啊 数百口子人 真是大快人心啊 要是末将也在 非亲手砍下几颗狗头不可 出礼机 仰天探头 哎 君上圣明 商君在天之灵 也算有个高位了 二人合为一处 驶进了城门 直朝宫中赶去 这日是小朝 上朝的 只有十来个朝臣 皆是秉侍的 惠文公将众臣奏义 一一回过 见无人言语 正欲散朝 警尖 看了一眼 车鹰 你 请不吝点赞